总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唐朝实行群相制 结于同一时期有多个宰相 因此唐朝的宰相特别多 例如唐太宗李世明在位23年 前后有29位宰相 纵观整个唐朝 当过宰相的人多达几百人 在这几百人中 最出类拔萃的宰相 只有四人 后人云 唐代贤相 前有房杜 后有姚宋 后人把开创贞观之志的 房玄陵杜如慧 和缔造开源盛世的 姚崇宋锦四人 并成为唐朝四大贤相 其中以房玄陵居首 因此有人称 房玄陵才是大唐第一名相 小编身以为此言不虚 一 万人之上两人之下 玄武门之变三个月后 李世明登基 称为唐太宗 房玄陵鞠躬至尾 被李世明任命为 尚书佐普社 因为唐朝尚书令一职 长期空缺 尚书佐普社 其实是诸位宰相之首 因此房玄陵的位置 可谓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事实上 房玄陵并非是一人之下 而是两人之下 因为除了他的老板 李世明外 还有他的老婆 鲁氏 关于房玄陵帕老婆 隋唐家画中 有一个有趣的记载 梁公夫人制度 太宗将赐公美人 屡辞不受 地乃令位之曰 若您不度而生 宁度而死 曰 妾宁度而死 乃浅浊之酒与之 曰 若然 可引此驮 一曲便尽 无所流难 地曰 我尚未见 何况于玄陵 意思是说 房玄陵怕老婆 他的夫人鲁氏 身性强悍 而且善度 不让房玄陵纳妾 李世明心唐房玄 几次送美女到 房玄陵府上 都被鲁氏 都被鲁氏 退了回来 李世明大怒 以长孙皇后的名义 召鲁氏入宫 问她 是要不度而生 还是要 宁度而死 鲁氏 斩钉截铁地 告诉李世明 妾 宁度而死 李世明大怒 既然你要死 就赐你一杯毒酒 鲁氏听完 没有犹豫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李世明惊呆了 当即表示 这样的女人 连我都怕 何况房玄陵呢 鲁氏 酒入愁肠 方知道 这根本不是毒酒 而是醋 要知道 李世明 自诩一旦明君 怎会震杀 大臣之妻呢 从此 吃醋一词 就成了爱情中 嫉妒情绪的代名词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房玄陵之妻 鲁氏 虽然凶悍善度 但她是封建社会 对忠贞 专一爱情的捍卫者 二 宰相者 宰天下 像帝王 房玄陵身为宰相 每天只会百官 回到家中 却怕老婆 一生从不纳妾 在那些迂腐的文人眼中 房玄陵 似乎有些另类 然而 真实的房玄陵 不仅在家能宠老婆 而且还能在外 助李世明赢得天下 随朝末年 李渊起兵太原 一路攻打长安 在大军经过 渭水之北的时候 房玄陵拄着手杖 徒步来到李世明的营帐之外 前来投奔李世明 要知道 若李渊成功 最大的受益人 也是他的嫡长子李建成 但房玄陵却投奔了李世明 房玄陵为何要这么做呢 可能有两种原因 第一 房玄陵早就观察过李世兄弟 他以犀利的眼光 笃定老二将来肯定比老大更有作为 第二 房玄陵才华出众 他喜欢烧冷灶 唯有把冷灶烧热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小编认为 第一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 房玄陵不是张扬之人 但他有一个非常犀利的特点 那就是 看人很准 接下来 房玄陵一方面辅佐李世明行军打仗 另外一方面 帮李世明收了人才 杜如慧 薛收 张亮 等李世明麾下的明星 都是房玄陵推荐给李世明的 就凭这一点 房玄陵即使不是宰相 也能做一个名流亲史的伯乐 房玄陵在秦王府服务数十年 他谋略过人 而他的另一位搭档杜如慧 则擅长决断 二人合称房谋杜断 李世明多次对房玄陵赞不绝口 认为房玄陵是他的张良 果然在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中 房玄陵杜如慧二人 作为总策划师 在李世明策划了一场 闻名于世的独位之战 李世明登基后 把参与玄武门之变的 冯玄陵杜如慧 长孙无忌 玉齿公和侯军籍武人 认定为第一功臣 这其中 玉齿公和侯军籍是武将 流血又流汗 长孙无忌是李世明的大教子 只能支持李世明 而房玄陵和杜如慧 则是总策划 没有他们 玉齿公等人连立功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的运筹与帷幄 说的就是房杜这样的人才 李世明多次表示 房玄陵筹谋帷幄 有定设计之功 何谓定设计 潜意识是说 没有房玄陵 李世明也能为帝 三 能把军心看透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 历经二十九位宰相 能够二十余年屹立不倒的人 只有俩 一个是房玄陵 另一个是李世明的大舅子 长孙无忌 这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懂李世明 多唐使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李世明身边有许多征臣 也就是喜欢给李世明 提建议的大臣 例如魏征 王规 马舟等 但很奇怪的是 这些征臣 都不是李世明的嫡系部队 魏征 王规 原是李建成的部下 而马舟是后期才登上朝堂的 李世明 为秦王石 麾下的嫡系大臣众多 这些人 却都不愿意指出李世明的缺点 房玄陵就是这一类 有人说 房玄陵性格谦卑 其实 这只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房玄陵 跟李世明时间太久 他了解李世明 历史上的李世明 并不是一个 喜欢大臣 向他提意见的人 从旧堂书等史料上 都可以看出 李世明性格 其实很暴躁 一次 和立部上书王俭 下棋书了 怪王俭 不让着自己 差点把王俭 变到盘中 魏征多次指出李世明的缺点 李世明都暴跳如雷 有一次 甚至要杀了魏征 若非长孙皇后 巧妙劝谏 恐怕魏征 已经不能幸免 有一次 李世明突然想起 房玄陵从不批评自己 于是对房玄陵说 老房呀 你现在是宰相 辅佐我 我要是有做得不对的 你要提出来呀 房玄陵听完 忍不住随口提了一个意见 我入宫时 看到有工匠在修缮北城门 其实 北城门还完好无损 何必劳民伤财呢 李世明一听 不高兴了 好你个老房 朕让你当宰相 是让你管理六步 你管这些小事干嘛 旁边的魏征看不下去了 谈怒怼李世明 皇城五小事 房相身为宰相 顾问一下 怎么不行了 李世明 立即认识到自己说错了 连忙向房玄陵道歉 房玄陵 布满皱纹的脸顿时 炎然一笑 露出稍有的羞涩 房玄陵看到的是真实的李世明 而魏征看到的李世明 是幻想中的李世明 四 功劳都是领导的 唐朝史学家柳芳曾说过一句话 房玄陵做太宗定天下 即忠相位 凡三十二年 天下好为显相 然无济可寻 得意志已 意思是说 房玄陵 负责李世明多年 为天下贤相 但是 房玄陵做过什么具体的贡献 好像又说不出来 唐朝第一名相 房玄陵 为何无事即可寻呢 其实 房玄陵是贤散宰相 他辅佐李世明 兢兢业业 勤勤看看 立功无数 但是 李世明 以明君自诩 房玄陵太了解李世明 作为宰相 职责在于辅佐君王 他为何 要和君王争功呢 不如把功劳 都标榜给李世明吧 这样的房玄陵 才是李世明 最爱的房玄陵 公元六四五年 李世明 亲征高沟黎 留房玄陵和太子李治 留守京城 这时 有一个官员 骂房玄陵 独断专行 想要谋反 房玄陵 没有将此人治罪 而是派人 把这位官员 送到了东北 交给李世明处理 李世明 听完后 二话没上 他说 救命人 将此人 拉出去腰斩 资质通见云 问告者为谁 曰 房玄陵 尚曰 果然 斥令腰斩 洗书 让玄陵 已不能自信 更有 更有 如是者 可 专举之 李世明 杀完人 给房玄陵 写了一份喜书 告诉房玄陵 老房 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我还不信任你吗 以后再有这样的人 你直接杀了就行了 其实 房玄陵 敢把人交给李世明 就说明他自己 吻心无愧 然而 若他真的私自把人杀了 他恐怕 难敌众人的 悠悠之口 所以 把人交给李世明 才能洗脱自己的污名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 李世明 嘴上在怪他 其实心里 还是认同他的做法 因为他了解李世明 五 功名富贵 如云烟 贞观二十二年 房玄陵病重 李世明 拖着病体 派了一个又一个太医 去看房玄陵 可是 还是没能留住 这个老伙计的性命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房玄陵临终前 给李世明 留下一封奏折 在他的遗言中 终于说了一句真话 经兵士之徒 无一罪力 无故趋之于行政之间 伟之于封刃之下 使干脑徒弟 魂魄无归 令其老妇孤儿 寡妻慈慕 房玄陵最想表达的意思是 陛下 打造受苦的 始终是百姓 为了天下苍生 不要再出兵攻打 高高离了 李世明看到 房玄陵的遗坐之后 痛哭不已 原来 多年陪伴自己的老伙计 并不是没有意见 要向自己提 而是一直不提 在房玄陵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知道 若再不提意见 恐怕要全下难安 于是 为了天下藏生念 房玄陵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李世明感慨道 房相临终之前 尚能如此忧国忧民 不愧是朕用了22年的功骨 李世明就是如此 夸奖别人的时候 也不忘戴上自己 仿佛房玄陵成为名相 完全是因为 李世明善于用人一样 房玄陵跟随李世明31年 当了22年的唐朝宰相 始终屹立不倒 除了他勤勤恳恳 忧国忧民外 还有一个根本诀窍 那就是 他了解李世明 注意 房玄陵了解李世明 并不是一味地 拍李世明的马屁 他所做的 只是在了解李世明的前提下 把一个宰相的本职工作 做到更好 毕竟 只有了解君王 才能更好地辅佐君王 正如房玄陵碑中所述的那样 圣贤同德 君臣邪志 房玄陵想不到的是 她一生谨慎 情恳三十余年 最终 却败在了儿子 儿媳手中 房玄陵去世五年后 她的次子房仪爱 和儿媳高阳公主 冬刑 东窗事发 房玄陵全家遭难 房玄陵家族就此陨落 房玄陵的画像 也从林烟阁上 被取了下来 真是 不孝子孙 不相守 公民富贵 如云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